大家好,我是阿宇 马上就要过年了 分享一个小酥肉非常好吃的做法 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留下来下火锅 做法简单,保证你一看就会 猪肉太贵,我们选择鸡胸肉 先将鸡胸肉的筋膜给去掉 去掉之后,将它切成小块 像这种中间厚一点的给它对半切一下 最后像这种小条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加入一勺的料酒 两勺的生抽 再来一勺蚝油 加入一点食盐 来一点胡椒粉 加入一点生姜 然后用手将它抓一下 腌制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给它入一下底味 准备一大勺的红薯淀粉 没有红薯淀粉可以用其他的淀粉代替 再加入一勺的面粉 加入一勺的清水 然后用筷子将它们化开 最主要是把里面的淀粉给化开 然后再往里面倒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将它们搅散 想要效果好的话可以不用加水 但是搅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费力 搅拌至里面没有颗粒 像这种粘稠的状态 然后再将肉块全部都夹进来 搅一搅 让所有的肉块都裹满鸡蛋糊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锅里烧油 油温大概七成热 插入筷子立马猫泡泡 然后一块一块地下入肉条 用中火炸至 中间用筷子给它多翻动一下 炸至表面变色像这种金黄 然后将它捞出来 然后将油温给升高 下入肉块 再复炸15秒左右 然后立马将它捞出来 复炸一下口感会更加的酥脆 将它倒进大碗里面 撒上一些椒盐粉 喜欢吃辣椒的可以撒一点辣椒粉 给它拌一下 这样我们的小酥肉就做好了 我觉得做才是鸡胸肉最好吃的做法 外焦里嫩超级的好吃 做法简单 价格实惠 过年过节的时候 喜欢吃小零食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这种做法 保准你吃过还想吃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点赞 转发加收藏 我是阿玉 拜拜